LLB刺青少幫錦標賽 預賽最後一天 兩隻未嘗敗仗的中華隊和中國 正面交鋒 中華隊趁著對方先發投手 難拉抬 開局不穩 兩次保送 攻占得點圈 第四棒黃趙薇把握機會 一棒康上右外野大空檔 距離夠深遠 護送二類上的隊友回來沒問題 中華隊先持得點 下一棒的鍾紹華再接再厲 跟著補上三右肩穿越安打 中華隊再下一城 顯然中國被這下馬威 黃了正角 投手難拉抬 還在一三雷友人的情況下 發生犯規 連同著兵部血刃的一分 中華小將一局上就打下四分優勢 只不過下個半局 先發投手林子恩 還是有點小不穩 接連被敲了三隻安打 尤其趙倫這隻優外野安打 距離夠深遠 一口氣清光擂包 而且小將們回傳三類時 還發生失誤 讓打擊的趙倫 也回到本類追到三比四 還好投手秋上的林子恩 很快穩住正角 接下來連抓三個出局數 沒讓十分再擴大 中華隊前四場比賽下來 合計值讓香港得到一分 沒想到這場面對中國 居然一個半局就掉三分 本屆找來外籍教練駐全的中國 真的會威脅到小將們的地位嗎 三局上這個play 更顯現出中華小將對勝利的渴望 前幾場跑累都踩保守戰術的他們 居然在李樹銘這隻距離不算深遠的 左外野安打下 大膽讓原先在二類黃趙薇強攻本壘 還好他身手靈活 在球比人快的情況下 悄妙閃開中國隊捕手的觸殺 安全得分 成功把差距擴大到三分差 也讓比賽出現分水嶺 之後中華隊信心大增 五局上一口氣開灌十分一吐怨氣 最後十六比三提前扣到中國 以五戰全勝之姿闖進冠軍戰 賴體育新聞綜合報導